南韓僑界為亞運中華隊加油 特地舉行歡迎參會 邀請僑委會委員長陳世葵 教育部長吳思華 以及中華隊總領隊張煥真出席 一同為台灣選手集氣 上百名南韓僑胞和留學生 也到場參與 場面相當熱絡 這次很榮幸可以受到教育部長的邀請 來參加我們中華民國亞運代表團 在韓國的談會 希望我們中華民國亞運代表團 可以加油 漢陳華僑協會會長李中憲 藉此機會向陳世葵 遞上旅韓華僑提案書 表示不少南韓華僑 因為在台灣沒有戶籍 即使持有中華民國護照 也無法享受免簽待遇 希望政府盡早提供協助 我們在全世界的 我們的橋界裡面 韓國華僑是最支持中華民國 對中華民國忠心耿耿的一群 那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韓國華僑都沒有換 都沒有入籍那個韓國 那堅持的使用我們這個 中華民國護照 我想這些用心這些努力 我們看得非常清楚 陳世葵這趟行程 也在祝韓代表時定陪同下 拜訪位在首爾的華僑學校 受到校方熱烈歡迎 陳世葵表示 相隔二十年再度參加 華僑學校的升旗典禮 感到相當感動